欢迎打开罗比频道 今天的主角是 《灵牙之旅》的十个小秘密 这个周末在台湾正式上映的 《灵牙之旅》不知道你有没有去看了呢? 这支影片我要跟你分享 十个关于《灵牙之旅》 你想知道的小秘密 1.追逐繁星的孩子 《灵牙之旅》是辛海诚导演的 第八部动画电影 辛海诚跟所有伟大的电影导演 都有一个 而是好就是自我抄袭 或者说新作品中 都有很多跟自己过去的作品 很相似的地方 像是你的名字 就很像云之彼端约定的地方 《灵牙之旅》则是和 追逐繁星的孩子 有很多共通点 关于死亡 关于疗伤 关于旅行 还有很帅很早就退场的男主角 2.东日本大震灾 东日本大震灾也就是俗称的 311大地震 2011年3月11号 日本当地时间下午2点46分 发生了日本自有记录以来 史上规模最大的地震 看完《灵牙之旅》的 你一定已经知道 整部电影其实都在 骗你进来一起陪灵牙 回去面对这场灾难 也不同于灾难三部曲的前两部 都有灾难在电影当中发生 这部电影的灾难发生在12年前的过去 我不止一次在日本电影当中看到 这场灾难的呈现 或者是影响 像是火口的恶人 就讲了地震带给人的死亡阴影 或者是去年Netflix的日剧初恋 也用了这场地震改变了重要的人物关系 作为台湾人马上可以类比 921大地震带给台湾人的噩梦 没有人愿意回想可怕的那天 原来这么巨大的灾难离我们这么近 而幸存下来的灵牙 她的人生在那场灾难中失去了一切 幸好有金阿姨给了她一个新家 3.旅行的意义 剧情前段演的是莫名其妙的 离家少女灵牙的故事 很担心的阿姨不断的要她回家 男主角草太也在叫灵牙回家 不要跟着自己 最后草太的爷爷也叫灵牙放手 不要管了管外回家 但最后这段旅程的目的地 却是这个离家少女要回到自己曾经的家 所以她一直不回家的原因 是因为她正在回家的路上 这个逻辑很棒吧 我想这也是很多人觉得 这个剧本逻辑很失控的地方 但我真的觉得这种跳跃性的剧情逻辑 对我来说没有什么问题 因为其实前面就已经埋了很多线索在 就是因为最后的结局 灵牙见过了男主角草太 才有一股莫名的力量 去推动她 离开教室 离开家乡 带着椅子去旅行 是 常事 开场某个地方 有出现代表死者的 这个红色彼岸花 在追逐烦心的孩子 那部电影中也有出现过 常事在这部电影中 是所有时间同时存在的 死者世界 那应该蛮拥挤的才对 电影中有揭晓 灵牙会梦到常事 并且能看到另外一个世界的东西 都是因为她小时候曾经进入过常事 那是不是在说 灵牙四岁出去找妈妈的那一次 其实她曾经死过 起码是进入到迷流之国去 而不是单纯的只是找妈妈找着找着 然后就打开一扇门走进去而已 金阿姨找到了原本冰淋死亡的她 还有当年的她遇到了12年后的自己 还有草太 才带她出了尝试 才活了过来 也因此要是 她没有遇到命中注定的草太 进行这场旅行 那她可能就会消失不见了 是不是? 所以最后的结局 算是灵牙解开了12年前的真相 她为什么会活下来 又帮现在的自己找到了活下去的意义 不然这部电影的前面 灵牙其实对自己的生命是不太在乎的 5. 蚯蚓 这部剧中地震的元凶 我看了很多人解释说 为什么是蚯蚓而不是传说中的碾鱼 因为蚯蚓没有眼睛 所以在画面上面看起来 比较没有明确的意识 巧合的是在村上春树的 《青蛙老弟救东京》 这一篇小说当中也讲到说 主角见到了一只青蛙 要她一起去打败地下 吸收人类愤怒 而产生地震的大乳虫 也是类似的动物 最近这个故事也改编成了一个 法国的动画电影叫 《忙流与沉睡的女人》 有兴趣的人可以去看一下 6.白猫大臣 还是跟追逐繁星的孩子一样 林牙之旅中有一只可爱的猫咪 这只白猫大臣 有6岁的童星配音 也暗示了这只可爱的白猫 性格上面就是一个小孩子 原本是镇住蚯蚓的钥匙 然后被林牙解开后 想要跟林牙玩的猫 在电影的前面 她看起来那个无情又顽皮的性格 真的会让人以为她就是一个反派人物 但后来才发现这只白猫 其实只是一个想要成为伶牙家人的猫咪 就像是一个缺爱的小孩一样 7.昭和怀旧金曲 看完这部电影之后 应该很多人都喜欢秦泽这个角色 她在电影的后半段当中 是神助攻的出现 开着敞篷车 淋着雨也很开心 由神慕容之界配音的她 更为我们带来了很多 日本City Pop的流行怀旧金曲 在前面那个神户的小酒店里面 也用了很多昭和时代的经典老歌 8.阿姨的钥匙 我看了很多人都有一个疑问 就是在阿姨在休息站跟琳雅 突然讲了很多内心的话 如果没有你的话就好了等等之类的 是不是跟那个现身在她后面那只大黑猫 佐大臣有关系 这点我可能无法解释 我实在是也不知道佐大臣是怎么出来的 为什么会在那边 但我想用画面可能的暗示去解释 就是阿姨对琳雅来说 这几年一定是会有过这种 没有你在就好了 毕竟谁会想要带一个小孩在身边 就算你可以拿到姐姐的保险金 但平常时候 我们身为一个成熟的大人 总是有办法面对这些想法 然后将她压抑住 就像是钥匙压制着剧中的蚯蚓一样 而那一刻阿姨心中的钥匙松脱了 那些话就这样脱口而出 这是我对另一个画面的解释啦 大家听听看啰 9 穿越时空的椅子 我看完《灵威牙之旅》之后 最大的疑问就是 原来那把三只脚的椅子 是12年前的琳雅给了 4岁的琳雅的 尤其是这把椅子可以说是 整部电影最重要的伏笔跟道具 12年前的那把椅子 是12年后的琳雅给4岁的琳雅的 所以等到4岁的琳雅长大之后 又要交还给12年后4岁的琳雅 那这把妈妈的遗物 第一把椅子到底是怎么来的呢? 10 我出发了 最后琳雅的台词是这句 我出发了 除了是一句很日常的对白之外 我觉得我看到是琳雅好好面对过去之后 很有元气的走向明天 虽然死亡依旧如影随形 但是她不再害怕好好的活在每一天 说起来真的没什么 但是当我看到琳雅那本 满满被涂黑的日记之后 完全可以感受到那个阴影有多可怕 那个地震带来的阴影有多可怕 于是我很喜欢这部电影的结局 是很温暖疗愈 想给每一个经历过这种灾难的人 可以继续向前的力量 谢谢你 辛海诚 以上这就是今天的影片了 希望你喜欢今天的内容 请帮我订阅按赞 还有打开小铃铛 如果你有任何的意见和想法 欢迎在下面留言让我知道 这是罗威频道 祝你今天可以看到一部精彩的电影 我们下支影片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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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